每一首经典台语老歌 都满脚了台湾人的文化与灵魂 炒热气氛绝对没有问题 当然每个时代都有经典代表 像是黄飞的招牌歌曲追追追 让她一出道就入围了 金曲奖最佳方言女演唱人 苏打绿再翻唱 让这首歌再度的爆红 成了年轻人到KTV的 必点歌曲之一 还有全唱将近六十年的 妈妈请你也保重这首歌 虽然过去有整整三十年 被政府列为禁歌 因为当时政府认为 这阿兵哥不能想妈妈 会影响作战 索性就禁了这一首歌曲 现在我们听起来 当然觉得有点荒唐 但是解禁之后 这首经典的台语歌曲 成为了母亲节最应景的歌 编宽 编绕过去世人 心华路灯灯 醉不上来啊 编手嘟嘟嘟 因为苏打绿翻唱再次爆红 成为年轻人演热爱的嗨歌 演唱是他 演戲啦 別再憲你大聲對我講話 啊 暖 暖 暖 努力的心豆腐醉 為你破嘴 人有蔣體味 每到副歌 氣氛就嗨爆 歌手黃飛的唱腔 有種特殊的氣氛 詮釋這首歌 超有氣勢 堆堆堆是它的成名曲 也是K歌必點 創作者靈感是來自於金庸小說 天龍八部 而且拿到那時候是聽 明昌老師這樣唱 我其實很... 就是聽到就覺得 這是男人的歌 可能是給女生唱 但老師設定是女生唱 克服心理障礙 黃飛邊唱邊想像男友被搶走 才終於標出 讓老師反應的完美唱腔 緊追在嘚嘚嘚後的台語界神曲 都是男女對唱經典 中文字幕製作人員 我覺得TOTTV的神曲的成功要素就是 朗朗上口加上心有氣氣音 感同身受 台語男女對唱 有悲傷的 當然也有男女之間 曖昧不明的甜蜜情歌 會安藏在妳的祖先來歸 講我每一日 欺負你一位 心情情 像春天的風在吹 只好剎到一頂愛情 寒失陪 吳百漢萬芳 對唱台語情歌 展現好默契 這一首歌好聽到 連陳生都故意寫一首 但沒寒失陪來對嘎 兩人還同台飆唱 如果妳真的不愛我 當初妳為何不找錯 未能講究妳有這分事客 或是要叫我賣我賣我賣 跟著真北玩 著再表達我一頂一頂一頂 妳的運氣妳的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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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著鼓掌 我們的心情的冰冷 就當不見我們的腳趁火 全體長風流的人客人 而陳生與他的樂團 新寶島康樂隊的經典名曲 講的是歌手 為成名前的各種心酸 充滿拉丁風味 也是他每年演唱會必備的歌曲 至於林強這一首向前行 從90年代紅到現在 歌裡唱出年輕人上台北打拼的 勇氣與希望 後來還被許多樂團翻唱 也是開啟台語搖滾 最重要的一首歌之音 五百這首 後歌一到 很多人幾乎都能朗朗上口 其實原唱是寶島歌王 葉啟田發行至今超過四十年 要說到葉啟田 這歌也是台語神曲 三分天煮鍋 一分打拼 愛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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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啟田經歷人生跌宕後 再度翻紅 創造的奇蹟神曲 常被拿來當競選歌 更被改編出至少十種語言 揚名國際 而青年機身 對這首歌一定不陌生 愛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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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錄在五月天 一周九九年 首張創作專輯的經典嗨歌 已經快要二十年了 但歌詞中 充滿年輕人反骨熱血的語言 至今仍是所有年輕人 並唱台語歌 還有這首 連柯文哲都會唱 沒聽過 別說你聽過五月天 愛拼 我的龍 有我的夢 夢中的一代世愛 敢說一時之間 講這年輕人 對夢想的執著與傻盡 無論聽到幾歲 都依然勵志 至今仍是五月天 我唱會必唱的歌曲 江蕙這首花若離枝 歌詞鋪陳如詩如畫 推出後讓作詞人蔡震南 和演唱蘇瑞雙雙得到金曲獎肯定 後來也被許多台語流行歌手 多次翻唱 在KTV成為必點台語神曲 不過這首歌 竟然有整整三十年 被政府列為禁歌 我要來告訴他 永遠這個星島 不過我是真勇敢的 媽媽請你啊 補兆 由國寶級台語歌大師文夏 1960年填詞 傳唱近六十年 快智人口的老歌 因為當時國民政府認為 阿兵哥不能想媽媽 怕會影響作戰 所幸進入了這首歌 現在聽起來荒謬無比 不過數十年來被翻唱無數 已經是母親節送給媽媽 最應景的歌曲之一 台語熱門神曲 不論療癒情歌 或是炒熱氣氛的嗨歌 每一首都是時代之一 在外面和白痴 直播 可以看到 有意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